我就生气了 就跟他冷战 分居了两个多月 那一次我就喝醉了酒 我就想想很生气 这些人怎么过下去 一分钱没有 喝了酒 然后我就哭了 他就看到我哭得很伤心了 他就说 我就把卡给你吧 就那一次给了 当他把卡交给你的那个时候 你心里是满足的吗 我心里是比较宽慰了 在想什么 比较放心一点的 李先生 为什么主动叫出来啊 就看他哭得那么伤心 反正心里也觉得比较伤感吧 心疼他 我不想再这种事情 再吵吵闹闹的 我想就是卡给你了 你抓到这个卡了 应该会 安心了 就不会因为这个问题 再吵了吧 应该是 我是这么想的 起码你会 对我 对这个家庭会好很多了 一年的时间 我们家里就 表面上是比较平静的 没有再为这个钱 发生过争执了 所以我要问你了 你这个放心 是钱在我手上了 我放心 还是他看到我伤心 他愿意这么去做 这个人让我放心了 人我不放心 这个人好像是心里那个 鬼主义太多的人 就算是他把卡给我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突然之间 过了时间又把密码改了 过了时间又把密码改了 我都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改密码 而且改了密码之后 你改了就改了 你还不会主动地告诉我 让我去问你 你有没有问过他 为什么总是频繁改密码 他就说我不记得 以前的密码了 就这一句话 所以我要改 就算你有这个理由 但是改了你总得告诉我吧 来来来 你怎么理解 他这个改密码的行为 不愿意给钱 给我的意思 我不信任 李先生为什么频繁改啊 每个月卡式在他那里 我改的是登录密码 为什么要改呢 但是有时候因为 有时候我忘记密码 忘记密码我就不去改 改过一次了就 就很容易忘记 我改过那个密码是什么密码 老是登登不进去 登不进去 我没办法 我又得改密码 我才能登得进去 所以你的意思是 修改密码不是针对他 那是登录密码 不是起款密码 我明白 卡在他那里 他起卡 起钱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他起钱转钱的密码 我也不知道 我只能用卡去取卡 基里卡 就是啊 那个就是 但是要转的话 我还是不知道 是什么密码 我觉得他还是 一直想隐藏 我认为我都这么信任你 我都卡给你了 你应该有些事情 你就没有必要再太纠结了 虽然卡在自己手里 钱由自己管着 但丈夫种种让人捉摸不透的行为 还是让廖女士惶惶不可终日 果不其然 她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在一年后 接二连三地发生了 直到去年 一月份的时候 有一天我忽然发现 转走了四千块钱 我也不知道 他也没跟我说 为什么转走了这四千块钱 当时我就接了个图 发给他 我说你这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转走了这四千块钱 他没回答 晚上回来的时候 他还是一记不坑 好像是根本就 没这回事 不把我放在眼里 我就有点生气了 我就问他这个钱 是怎么回事要转走 他就说他要 什么那个保险多少钱 一千八百八十块钱 他还要泡一个什么酒 要一千块钱 我说你把那个 截图发给了我看一下 他就马上生气了 我告诉你了 这个钱花哪里了 你还要我截图 还要怎么样 你要求太过分了 就马上就吵起来了 那天晚上回来 我都好好的解释 我说这个钱是保险上 这个是我泡了个酒 为什么后面 他说截图 我很反感了 我泡了个酒 花了个钱 他竟然说 泡了什么鸟酒 要这么多钱 反正那种干净 我觉得你太 你都 这句话为什么会伤了你 你不能这么说 你泡了什么乱七八糟 这种东西 那个酒你泡的作用 是什么 有一段时间 我感觉不是很那个 反正身体上 好像有点 乏齿吧 那个酒吃 吃起来更提神一点 更好一点 你不用女论 但是你先前 你根本就没告诉我 你要泡酒这些事 也别告诉我 你要叫保险这些事 你从来没有关注过我 我买那个东西 摆在那里 亮的时候 这么大一个 放在桌子上 你进来 晚上回来 就是看不到 还要怎么解释吗 好到后来呢 他说我要把我的卡 拿回来 以后各个的 他说之后过了两天 他就自己从我抽屉里 把卡拿走了 把卡拿走以后 他就手机里发了个信息 给我 他说他把卡拿走了 就一直到现在 冷静到现在 他这次把卡拿走了 那你的心态跟以前 是一样的 还是说有了变化 我觉得这个钱就 不明不白了 以后就 这个钱不知道怎么处理了 以后要是花销 要开钱的话 到底是你出钱 还是我出钱 没完没了地 继续地争吵下去 一直都到 有可能是 把这个家都闪掉 那天我拿卡 反正我印象中是 发了信息给他 你可以把手机拿过来 看信息 他怎么说的 你当时怎么回答的 你知道吗 那我就更坚定了 我这个想法 一定要拿回来 有吗 在这里 早上九点钟发的 卡我要用 我拿了 我不想跟你吵 你也不要就觉得 好像要分了 我没有这个意思 再吵也没什么意思 然后廖女士回的是 分文钱不给 这日子没办法合作下去 我觉得听了 我觉得我刚才看到这个信息 我觉得很搞笑 这是叫合作吗 李星人 你先看看 你自己发的这段话 你觉得表达清楚了 当时你想要 内心里想要说的话吗 差不多吧 你主要想告诉他什么呢 我知道他会吵 我说我就提前跟他说 我不想吵 但是你没说明 白子卡拿回去以后 以后怎么安排 这个钱的问题 什么都没说 这个要回来说 你说这一段 发个信息 能说得清楚吗 但是你已经这样表态了 我就都不知道 怎么跟你说了 回来都到现在都一个月了 也没有说过一句话呀 你说你都说没法合作了 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 你解释一下 没办法合作下去 你又是想表达什么呢 他是说合作这两个字 伤了他的心了 你为什么会写这两个字 郭乐子本来就是要两个人 要继续合作下去 才能郭乐下的路子 你不吭声 我不吭声 没有商量的 你够你的 我够我的 这不就得一个家庭里住了两家人吗 这个解释 李先生 接受了吗 怎么这样叫合作 我卡给你 叫合作吗 你根本就没有把我放在心上了 所以说 一切这些挤动 都是因为这样的事情 此时此刻 这位在妻子心里 一直见钱眼开的李先生 却出人意料地说起了情 他略带伤感地告诉我们 比起把工资卡拿回自己手里 其实他更希望能重新走进妻子的心里 现在是怎么能够的 当我把我放在心里 就让你々没瞎 这或许オ 不便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